大家好,我是Ted 前阵子因为测试需求,入手了Samsung 990 Pro 2TB SSD 有兴趣可以参考右上角影片 测试完理所当然就成为我的系统碟 想说既然要重灌了,那就顺便来拍一下重灌电脑的教学 影片会以Windows 11作业系统当作范例 但是基本上Windows 10重灌的概念与方法大同小异 如果你的电脑不符合Windows 11硬体规格需求 直接以Windows 10进行操作即可 虽然有方法可以让不符合硬体规格的电脑强制安装Windows 11 但这不在本支影片的教学范围 教学内容会分成三大部分 从一开始的事前准备到重灌完后的注意事项 都分别有不同需要留意的地方 或是有可能会遇到卡住的情况 我会以我个人的经验尽量把范围涵盖完整 让你不管是用桌机或笔电 都可以跟着影片顺利的把电脑重灌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实际操作的环节 第一个部分是事前准备事项 主要有检查电脑硬体规格 备份资料 驱动下载 制作重灌随身碟这几项 首先是检查硬体规格 想要安装Windows 11 你的电脑要先符合Windows 11系统运作的最低硬体规格需求 这边我们不用一项一项去对 可以透过Google搜寻电脑健康情况检查关键字 软官方下载工具来一键检查 这样会比较方便 对不懂的人也比较友善 安装完成后打开电脑健康情况检查APP 按一下立即检查就可以自动帮你检查电脑硬体规格 是不是有符合Windows 11的需求 看到这个画面就代表检查通过 可以自由选择安装Windows 11或是Windows 10 如果检查没有通过 那就代表你用正规的方法只能安装Windows 10 强制安装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画面且无法下一步 不过这边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没有通过的项目是TPM2.0 可以进入BIOS设定内 看看是不是被关闭了 基本上2016年开始推出的主机板都有搭载 所以很有可能单纯只是被关闭没有开启 在BIOS打开TPM2.0后再回到系统内检测 应该就会通过 我以华硕主机板为例子 在按F2或Delete键进入BIOS设定画面后 按一下F7开始进阶模式 找到Advanced下的Trusted Computing选项 进入之后把Security Device Support状态变成Enable 最后按F10储存离开 这样就会开启完成 前面这些步骤做完 你应该已经决定要安装哪一个作业系统 但不管你要安装哪一个 都一定要记得在重灌电脑前一定要备份电脑上重要的资料 重灌一定会删除C槽所有资料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物删珍贵的D槽或其他硬碟 就只能让它去吧 或是花钱找专业的资料救援专家 但如果你没有想要保留的资料 这个步骤就可以省略 这边建议也可以先去主机板官网 或是笔电官网下载电脑的无线网卡驱动当作备用 如果你电脑是搭载比较新的无线网路晶片 在UBI或系统安装完后 基本上无线网路是不能用的状态 所以如果先把驱动准备好 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安装 如果你习惯使用有线网路就比较没差 基本上Windows 11或Windows 10 都有内建基本驱动可以使用 另外如果你电脑是Intel平台 我也建议可以一并下载IRST驱动 因为在重灌分割硬碟画面时 如果找不到硬碟就用得上 或者是你确定你已经关闭Intel VMD功能 就可以不用下载 另一部分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制作重灌随身碟 随便拿一支你暂时用不到的随身碟 如果有重要资料记得一定要先备份 因为制作过程会清空随身碟内所有资料 准备好之后就把随身碟插上电脑 搜寻Windows 11下载关键字 从官网下载建立Windows 11安装媒体工具 下载回电脑后打开 跟着步骤下一步 这边会以你的电脑语言为预设 如果其他需求也可以自定 再来选择USB快闪磁碟机 确定画面是你的随身碟后就可以开始 等待进度调跑完就制作完成了 最后记得把刚刚下载的驱动 也放到同一支随身碟内 到这边事前准备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重灌电脑的流程 第二部分主要有随身碟开机的方式 还有很重要的硬碟分割画面 最后则是重灌完后的UBI设定画面 都分别有不同需要注意的地方或是相关技巧 我们先把刚刚制作的重灌随身碟插上要重灌的电脑后开机 这边我们要用随身碟进行开机 才可以进入重灌界面 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个是直接在开机时狂按开机选单的快捷键 例如华硕主机版是F8 就可以看到要用哪个硬碟或随身碟进行开机的选单 这边直接选择你的随身碟名称 就可以进入重灌画面 不同厂牌的桌机和笔电 进入开机选单的快捷键不一定会相同 我这边整理个常见表格给大家参考 有需要可以自行按暂停 第二种是直接从BIOS画面调整 以华硕主机版为例子 开机时按Delete进入BIOS画面后 右下方有调整开机顺序的方式 把随身碟名称拉到最上方 按F尺储存离开即可 不同厂牌进入BIOS设定画面的快捷键可能不一样 但大部分都是ESC F2或Delete这几个按键 如果无法进入BIOS画面 再自行上电脑官网查询 第二个是有些主机版会提供 直接用随身叠开机的方式 以我这块华硕主机版为例子 开机后按F4就可以直接进行随身叠开机 如果你的电脑也有支援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成功用随身叠开机后 就可以看到重罐的画面 前面基本上都按下一步就好 产品金钥我们可以等重罐完到桌面后 再进行设定 这边我们先选我没有产品金钥选项 再来选择你要安装的版本 打勾同意授权条款 这边我们选择自定的方式来进行重罐 再来就是比较复杂的硬碟分割部分 总共会有五种你可能会遇到的情境 我从最简单的开始说明 第一种最单纯 当你电脑只有一颗硬碟且是全新状态 像是刚组的电脑或是自己换硬碟升级 这边按新增后就可以分割你要安装系统的大小 输入完大小后点一下套用 我这边是以预设整颗硬碟下去安装 之后按下一步就可以安装系统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种情境 硬碟原本就有系统 可以看它有几个分区 如果没有要保留的资料 选择每个分区后再点一下删除 最后就会合并成一个分区 跟全新硬碟一样 按一下新增看要分割多少空间给系统 之后就可以进行安装 第三种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在同一颗硬碟上有分割低槽 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如果你的资料都有备份 建议可以删除全部分区后再进行重灌 这样会比较干净 如果要保留低槽 低槽的分割不要动 只删除其他的分割即可 第四种情况是电脑内有多颗硬碟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磁碟机分别有0、1、2、3个 就代表你电脑内有安装三颗硬碟 这时候只要找到要安装的那颗 通常会是磁碟机0 进行删除后就可以进行重灌 如果你觉得很复杂又怕删到资料碟 建议可以先把电脑关机拔除多余硬碟 只要留重灌的那颗在电脑内 等重灌完再把其他硬碟装回去 最后一种状况会是没有任何硬碟显示在安装画面 解决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进入BIOS设定内 把Intel VMD选项关闭 再进入重灌流程即可 第二种是透过载入驱动程式的方法 还记得前面的事前准备有下载IRST驱动 并且放在重灌随身碟内吗? 这时候只要点一下载入驱动程式 就可以从随身碟选择IRST驱动资料夹进行安装 最后就可以看到硬碟出现了 不管是哪一种情境 最后一定会进入作业系统的安装流程 这边我们等待安装进度跑完 会出现要你重新开机的画面 不理它也可以 预设10秒后会自动重新开机 这边提醒一下大家 到这个画面后也可以把随身碟从电脑拔除 以免重复进入重灌画面 电脑重开之后就让电脑自动跑完安装流程 再来就会进入第一次进系统前的Ubi设定画面 这边可以设定电脑语言、网络、登录微软账号等等 基本上只要跟着画面提示进行设定即可 针对Windows 11的Ubi有几种情境 第一种是在有网络的状况下 要不要登录微软账号的情境 当然你也可以输入你的微软账号进行登录 但如果不想要用微软账号 这边可以随便输入一组错误的email 例如我是用A小老鼠A.com这一组 下一步的密码也随便输入一组错的 出现登录错误后 就可以创建本机账号来登录 第二种是电脑没有网络的状况 例如无线网络驱动没有安装不能用 或是没有有线网络可以用 Windows 11很贴心的一点是 一定要连上网络才能设定Ubi 所以在没有网络可以用的情况下 会卡在网络连线的步骤 不能下一步 这边我们只要按按键 Shift加F10 或者是Shift加Fn加F10 就可以开启CMD视窗 在视窗内输入Ubi 反斜线 Bypass NRO 之后按Enter 电脑会重新开机 之后在相同的连网络画面 就会出现我没有网络网络选项 点选之后就可以不连网继续设定 也可以建立本机账户 如果这个步骤你坚持要连网的话 也可以透过Shift加F10 或是Shift加F10 开启CMD视窗 输入Explorer后按Enter 就会开启档案总管 还记得事前准备所下载的驱动吗? 这时候就可以透过随身碟拿来安装 之后就可以用无线网络来连线 这边顺便提一下 在Windows 11.24H2版本中 Ubi网络连线步骤 多了一个安装驱动程式的按钮 让使用者可以透过按钮直接的安装驱动 当然你也是要事先准备驱动档案才可以 微软可能接到太多客速反应 这个步骤没有网络不能下一步 才会在最新版有这个改善 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不要强制联网会比较友善 以上这几个情境是在Windows 11无比常见的情况 如果是Windows 10就可以放心 限制不会这么多 无比其余的设定就按照画面提示 或自己需求选择即可 设定完就会进到桌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 重灌完后需要注意的事项 基本上重灌完后 要注意的有安装驱动 Windows Update系统更新 检查装置管理员驱动有没有安装 启用Windows授权 和最后的安装个人需求软体 在我们重灌完后 打开装置管理员 会看到很多装置有黄色惊叹号 这代表没有安装相对应的驱动程式 如果你的电脑品牌有提供APP 可以透过APP来一键安装 或者是上电脑品牌的官网 自行手动下载回来安装 另外 下一个步骤的Windows Update 基本上也会有驱动自动下载并安装 看你要用哪一种方式 接下来是系统更新 除了可以帮你安装电脑驱动外 还可以安装目前最新版的系统 和安全性更新 这个步骤建议一定要做 可以提升系统稳定与安全性 当你驱动安装完成 Windows Update也没有东西可以更新的时候 再打开装置管理员确认看看 是不是所有黄色金灘号都已经消失 都消失了才代表装置都有相对应且正确的驱动 这样你电脑的功能才可以正常运作 最后一个步骤是启用Windows 但这边要特别说明一下 Windows 10或Windows 11序号有分成随机版跟彩合版 简单来说随机版在输入之后就会绑定主机版 不管你怎样重冠 只要连上网就会自动启用Windows授权 就像画面中这样 如果是彩合版就不会绑定主机版 但一次只能启用一台电脑的Windows授权 所以在重冠后需要手动输入 在开启系统分页的启用后 旁边有个变更产品金钥的按钮 点一下就可以输入你的序号来启用 有关于随机版彩合版的比较 可以上网搜寻相关内容 或者参考我放在资讯栏的文章连结 我这边就不深入探讨 到这边基本重冠电脑就完成了 最后剩下你自己习惯的设定 或是爱用软体的安装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跟我说 我是Ted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